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看他的运气 他的运气在虚土 那在前功那就是典型的意思 其实他是一个男人的性格的 外向大方豪爽 人不小气 做事情也是喜欢我行我素 但是我们看说他九星在他的运功 九星为慈悲善良之心 所以说他的心地善良慈悲 但是他里面进来的是什么呢 朱雀 朱雀是适合于从事 口计 言辞 对吧 说话呀 外交啊 这是属于 但是他唯一好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说 他的把志运不在虚土 财不在无火 事业功不在这个岩木 难道你说他就没有事业没有财吗 对吧 但是我们看说他的财功在奇门遁甲的珍珠门 珍珠门一般来说 只要财功在奇门遁甲的珍珠门 一般都是拿国家俸禄吃黄粮的 也就是他是属于那种走稳定的财运和财源 如果他的八字不是生在某年 再早一年生 生在银年 那银木那就带事业功了 他这一生他一定会掌权 那因为恶门行进到他的事业呀 他就会掌管的权利和权威呀 那就是属于走这个官运命了 但是呢 我们看说 他没有在八字当中 没有银木 但是他这就说明他不掌权不掌官 反而呢 二星到影响到了他的那个什么了 影响到了他的事业仕途了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不得令 因为越令为火嘛 木去生火 卸他事业 也加上二星 春阴之星 乌云之星 遮什么 把满天星都给遮进来了 遮进来以后他的事业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怀财补玉 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得势呢 你看 他的官落宫在银木 地质没水 天干没有水 没有人来帮扶他呀 他的事业只能靠自己 反正我就什么样 我就做 但因为他这个遇在前宫的人 这女孩子他轻易不张嘴求人呐 他不张嘴说话呀 他要什么要面子啊 就是说我过来好也好 坏也好 我从来不再张嘴求人的 他认为面子剩于什么 剩于一切呀 这就影响了他的说事业当中他不靠谁 他就只能靠自己去走啊 所以说他的事业当中一个人太我行我素了 不懂得恶意奉承 所以说这样的人他是走不了仕途的 但是仅仅是说适合于走这个财运 但他的财运很奇怪 里面说太阳星进来的日立中天呢 日立中天他的财是重任之财呀 为什么呢 大中午的大夏天的谁渴了不想喝点水呢 所以说你看他就说火来生土 所以说他就说好像说时时刻刻 有点钱就花 有点钱就花 他很难攒钱 但是你要说他能不能赚钱呢 能啊 因为太岁生他 为什么 太岁生这一年就生他的午火呀 所以说太岁他一生的时候说太岁让你有钱 但是不会让他有大钱的 有点钱就让他往外散呢 但是他得月月令啊 他不会缺钱呢 他得日啊 日也是代表着人 他虽然不张嘴求人 但是他在钱财上有人帮他呀 而且日一般来说也算是属于配偶型的这个配偶工 对吧 但我看他们说天干一片火和一个木 都来生火天助他呀 所以说他要是说想赚钱很容易 但是他这辈子他没有钱的概念呢 他就说他有花钱的概念呢 因为什么呢 说他才在 如果他要是银木 木来生火就好了 但是他说隔阂金不如什么眼前瞳啊 卯木跟五火没有路 四火跟五火没有路 他现在唯一就缺着什么五火呀 五火一现了他的月 他的财富就来了 为什么呢 四五位三会成菊 三会成火菊 他的财运就大忘了 但是我们看他现在现在现不现五火 要现五火他现在老有钱了 对吧 有日前 但是我们看年月日八字里没有五火 那现在流年到没到呢 一二三四五 亥年银月某日 四时四刻 你看再晚几分钟算就是五刻了 但是他却偏偏感到四刻的时候算贯 这就影响到了说他现在离富贵还差好大一截呢 差多少呢 那我们看要等 等多少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呗 他还有八年 然后才开始行真正的财运 那个时候钱财来讲对于他就是一个数字 但是眼前还不行 但是我们看说如果要是说他带一个吉祥物 比方说马 那他也会财员也会逛进 为什么四五位三会成局了 这是属于他 其实这个命就是属于一个 拿着国家俸禄 安安稳稳的生活就挺好的 但是他的婚姻当中我们看说 他运在钱宫 配偶宫在空宫 土来圣经 这也代表着配偶对他做什么事情说话也是挺言听计从的 而且呢 圣经 圣害 害水 但是终归来讲我们说 圣和害 有人说师父不是相害吗 因为他八字里没有圣也没有害 所以构不成一个害 但是只不过是 但是多多少少夫妻之间 他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隔阂 为什么呢 不相和呀 不相从 他有一个构成害理一个关系的 这就不会像尹念书夫妻之间 那种如交似漆的这种感觉 配偶在空宫 空宫更加喜欢一个静 所以说呢 他总像活在阴暗之中 说自己有点 凡是配偶宫在空宫 或者是自己在运工都在空宫的话 都有一种说我自己喜欢静 不喜欢表达 不喜欢表述 喜欢一个人呆的 喜欢一个人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但是中归来讲我们说他这一生的命里 说大富小富 中归 大富贵 是不是 还是没有钱呢 首先他凡是在珍珠门得月令得四 这么旺 他绝对不是贫穷命第一 第二呢 大富大贵也谈不上 但是他也算是属于一个富贵命 为什么天干这么旺 所以说他也不是属于那种 我们说缺钱的人 而且一到马年的时候 再过几年 三会成局 虽然是事业不旺 但是他一定会有钱 这也算是属于富贵之命 加上九星在中也是一个福星 但是九星为库 是装什么 装钱的呀 所以说这个九在这 你别看他现在花钱 其实他花钱都是为别人花 他自己花钱其实他舍不得的 不像人家说什么都照啊 对女人对自己下手狠狠的 不是 他是为别人舍得 为自己花钱舍不得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也愿意买那些 蛮有用的东西 凡是乾坤的人在这里 他花钱很随性啊 看什么东西好买 喜欢的东西买 这就是 但是他受不了那种 比方说花男人钱 或者花别人钱 为什么呢 钱金的人要脸 他要是属于那种 男人赚钱 女人不赚钱 自己赚钱 他就会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一定会要自己去创业去做事的 这是属于这么一样的命 但是终于来讲我们说了 说今年呢 他的子女宫在魏宫上有天运 今年是卯 魏 他就去害了呗 今年害水到魏 也就是说他今年会要孩子 也今年可能也会得子的 这是七一的一种像 七二呢 他的孩子的运 他的八字就忘孩子的财 为什么呢 我们看 孩子的运运在这儿 运 胸 偶 子 财 他的子女的财在卯 他的八字有卯 这就说明孩子将来可能不需要去赚钱 只需要学会花钱就行 为什么 谁给啊 他给啊 所以说他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在富养 但是孩子会守财吗 不会啊 金星进来也一定会赚钱 也是一个小财迷 但是呢 别忘了 终于来讲 这一公司属于太阳星啊 太阳一出 光芒万兆啊 花钱也没有机会 虽然他忘孩子的财 但是他的财呢 木来生火 孩子特别会花钱将来 也就是说他的钱 他忘孩子的财 这是属于这么一个命 但是今年我们看说 今年是己亥年 己亥年如果对他的运程运气上来讲 他没有去年好的 今年呢 是亥年四亥交战 他今年容易克父亲啊 为什么 两个四伙克 今年亥水四伙到位啊 天干 己土 这都是并入了一种相 再加上有一个畏土 来冲克父亲的福德功 这也是属于他父亲要有一难啊 如果他父亲这一难能过去 今年太岁能助他过去的话 那他父亲就会长长久久等待的游禁灯窟啊 那就是说今年一节过去 他父亲就是属于兽比南三之明了 但是我们说了 终归来讲这有个时辰 时辰是位 天干是里面有水 水火交战 他父亲会在这一年有一节 福德这一年有一节 这两年一过去 那他父亲就是长寿之明 这是我们讲说父亲的福德功再丑 他总体今年的运势上来讲呢 尹某城 四五 这都是行的什么运呢 行的火运和土运 就是他正月二月 这两个月其实他财运会很好 然后事业上呢 也会很累 但是呢 为什么呢 说事业属于荧幕 天干属于火 那么他正月二月会辛苦一点 三月四月的时候呢 财运 他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这几个月财运都会很不错 其实他最忌讳的是属于什么呢 我们说到了七月属于任神 八月属于鬼 任水克财 生有克财 他在这两个月的时候他要耗财呀 所以火去克金我克者必为我所求 他这两个月很想赚钱 但是这两个月千万记住 不易动财 动财就会破财 这是属于这个整体 他一年的运势最忌讳的就是七月八月 其他的月呢 其实说七十到六月份的时候 也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六月为火 火克金 地质是土来卸他的财 但总体来讲 他的命是中共是八星 八星为陈行啊 陈行要群星璀璨才能普照这个八门呢 也就是说他也是一样 将来人脉越多 人脉越广 他的事业财运八门结望 如果他这个星辰不能星星之火 燃烧整个大地运程运势的话 那么也意味着 他的人生也不过就是说 第一拿国家俸禄而已 要想富贵自己就得要去走那种什么运呢 说时来运转 群星璀璨之命 但是我们说了 那有人说师父 他这个丁卯 卯士他的交友功代表什么呢 第一代表他的朋友比较多 第二呢说他懂得为朋友回去付出 他对朋友很好 但是他的朋友我们看说 他运在钱里面进来是六星 他对男朋友比较不错 他交女朋友呢会很差一些 这是七二他带了两个四货 四货为疾病功 那就意味着月星进来 他会有伤疤会有刀疤的 第二呢说我们说的太空气门说 你带来的什么呢 带来的是病 病代表什么代表着药 也就是你带来的是药 这个药将来恐怕他早晚要去行医治病之命 如果他不行医治病 他就会要应结 应什么自己身体不好 不会强壮的 第三个他带来的是胃土 胃土是子女啊 子女就是说将来孩子特别好 所以说他也会忘孩子 大概他的命运就这样了 也就是说这算是一个富贵命 你要说大灾大难他没有 不过就是说事业上不是很得志 因为什么 里面有昆英 春英之地 乌云把满天的星星都给遮住了 所以说事业上想求仕途是不可能了 就走财运 走财运就是最好了